讲完这个故事要睡觉的知道吧 打你小屁屁的 知道了 冬冬 又被分牛奶了 你干嘛看我手机啊 老公 我们两个谈谈吧 今天早上 你在何禅娟他们家门口 听到林雨震的名字了是吧 我们以前是高中同学 何禅娟我们一个班的 他 他算是我的初恋吧 你也知道 那十几岁初恋算什么呀 就拉拉手蒙蒙端火的那种 后来上了大学之后 他个本东西都忘了谁是谁了 前段时间把同学聚会就碰上了 他现在生意做得挺好的 我就想就把他发展成目标客户 然后他对我是挺好的 他把他们公司的业务让我做 然后又介绍了几个客户给我 我就是挺感激他的 就这样 那那五十万是他给你的什么 不是他给我的 是他借给我的 因为我替他们公司 省了几百万的保险费 所以他就作为感谢 把他借给我 对 后来那件事 我跟你说过的 他想跟我那个女客户 建立合作关系 我这不就牵线大桥 帮他们促成了吗 然后那五十万就 作为我的酬劳 就抵消了 这事我跟你说过 只是 老公我知道我嘴笨 我就怕我说不清楚 就让你不高兴 这么说 我应该和你一起感谢他 是不是 我做不到 我这里 难受 度不到 他那么有钱 还对你那么好 他是不是想和你救星复燃呢 他对我好那是他的事 关我什么事 在我心里面 我只有你 只有这个家 他就是一个客户 老公去你相信我 我相信你 我真的很想相信你 可能你自己都没察觉 你变了 连何禅娟都说你变了 你知道 我怎么就变了呢 那我不还是那个秦主楚 嘴又笨又不会说话的 老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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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早就起来了 怎么样 穿成衫可以吧 你想穿什么穿什么 穿什么 最重要的是 你看着开心就行 我送回夫妻上学去了啊 你一会儿啊也出去锻炼锻炼 帮我把那衣服放柜子里 哦 秦总 您的办公室已经收拾出来了 就是何经理原来的办公室 怎么会这样呢 那间是除了王总办公室之外最大的一间了 何经理 詹君 我不知道他们会这么安排 秦总 要不您先进去看看吧 那还需要点什么随时跟我说 给您放了个新锁 这个是钥匙 走 好 喂 洪总 在哪边 您好 这是这里的 洪总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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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初 初初 怎么还能聊聊吗 初初 怎么还能谈一谈吗 初初 凌鱼 你可不可以不这样 你这样只会不断地提醒我 我今天的生活都是受你的恩 你这样子只会给我更大的压力 和更多的困扰 我能怎么做 我一只能这样 你老都是我 我才能跟你见面 你到底要跟我说些什么吗 我希望 我们能像好朋友那样正常交往 凌鱼 你不了解 因为你我跟蝉娟闹翻了 因为你我老公已经开始不相信我了 我真的不知道像我们这样继续交往下去 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初初 你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只要你问心无愧就好了 什么 问题就在于 我确实受了你的恩 我问心有愧 初初啊 你现在可是业务总监了 在地平线保险公司里 除了我 你可是第一把手 你在我们这里的公司 待遇奖金 都是头一份 你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我这是阴言难尽啊 反正 我已经想好了 我不想在保险公司再干下去了 是不是有其他公司来挖你啊 没有没有 王总 真的我可以以人格担保 我不在咱们公司干 我也不会去其他的保险公司 我就是我 是我自己 我不想干的 我的姑奶奶 你这到底是唱的哪一出啊 这是为了什么呢 一定是因为小盒 自打你当了公司业务总监以后 这个小盒的情绪啊 就不正常 不是不是 真 真的不是因为成绝 也不是因为公司其他的人 是 就是 是我自己我铁了心的 我不想干这样了 你真的想好了 想好了 那你要是这么铁了心的 我也就不说什么了 我东西都收拾好了 然后我客户资料这边呢 已经做了一个备份 到时候麻烦你交给禅娟 你看禅娟在公司这么多年 他的能力啊经验啊毋庸置疑 他做这个业务总监 一定会做得比我还好 其实这些事啊 我心里都明明白白的 你要是不走 也就没这么多麻烦 楚楚啊 你记住 不管什么时候 我们地平线保险公司的大部分 都是没有点抬着的 只要你想回来的时候啊 这个业务总监的位置啊 还是你的 你看 好吧 王总 能够得到您的认可 我特别高兴 谢谢啊 那 那我先回办公室 慢点啊 秦总 找我有事啊 好 来 坐一下 坐一下吧 坐一下咱们两个聊聊 如果不是工作的事的话 就不聊了吧 陈娟 蓝色双标签的 是已经现有的客户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保期到了 他们会跟我们续约 红色双标签的客户 需要你跟进一下 他们呢已经比较有诚意 跟我们公司合作 红色单标签的客户 平儿 你要干什么 我辞职了 这些我都用不上了 你拿去吧 你疯了吗 你好端端的干嘛要辞职啊 其实 我根本不喜欢保险这一行 要不是为了养家糊口 我早就辞职了 朱叔 你刚刚当上业务导监 又有淋雨这个保护散撑的你 按理说 会有很多很多客户主动找上门来 你既然要养家糊口 为什么要辞职啊 一言难尽吧 关我什么事啊 说不定 你有更好的去处呢 这些资料我不需要 既然你决定辞职的话 公司自然会安排人来掌管这些事 该是我的 我一定会拿 不是我的 我也拿不起 禅娟啊 你真的希望咱们两个 就一直这样下去吗 咱们两个五岁就认识 从小到大 形影不离 从来没有分开过 小的时候我性子闷不爱说话 不爱跟你打交道 可是没有人敢欺负我 为什么 就因为他们都知道欺负我 就等于欺负你何禅娟一样 上小学的时候咱俩不在一个班 可是一下课你就过来陪我玩 后来上初中上高中 咱们俩再一个班了 咱们俩天天在一起 我说不完的话 谁喜欢哪个年同学 谁喜欢语文老师念的一段诗 咱们两个都会分享的 咱们两个之间是没有秘密的 后来咱们两个分别结了婚 有了孩子 过着各自的生活 可是情分一直都很好的 是 咱们俩也有吵架的时候 最长的一次 有一个多月吧 你没搭理我 为什么 就因为我要嫁给白莲冬 你怕她对我不好 怕我过得不好 你不高兴 所以你不搭理我 可是在我的婚礼上 谁为我跑前跑后 谁替我挡酒喝到吐 禅娟啊 是你啊 生活当中 遇到最困难的时候 就连自己的老公 都靠不住了 我们靠谁 我们有彼此做依靠 禅娟你说那 最困难的日子都过去了 现在日子过得都好了 难道我们为了几张破宝单 为了一个什么 业务总监的位置 我们两个就反目成仇了 就相互不理睬了 我已经辞职了 我希望我们两个的感情 能回到像原来那样的好 行吗 禅娟 这是你的办公室 我从来也没想从这儿拿走些什么 说要走也是我走 神严童 哎呦 我说这秦楚楚 怎么刚当上业务总监就不干了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他业务做得这么好 能有什么事啊 保不准是人家佛大 嫌妙小的呗 他这么一走 业务总监谁做啊 谁爱做谁做 反正是轮不上咱 倒是他手上那些客户够缠人的 谁要是接手这些客户的话 捞上一大笔 那才实惠呢 没有道理 你是说秦楚楚留下那些客户 都交给你来维护 是啊 王总您看 自从秦姐辞职以后 按道理 她留下的这些客户 都应该由何经理接受 不管论资历还是论能力 何经理都是不二的人选 不过秦姐辞职辞得这么突然 保不准就跟何经理有关 您也看到了 自从秦姐当上业务总监之后 何经理跟她 当着您的面都拍过桌子 要是现在 再把这些客户交给何经理 难保秦楚楚 会不会安装十半子 我可听说了 秦楚楚跟她那些客户的关系 可都不一般 王总您就放心吧 只要把这任务交给我 不管多辛苦 有多大的困难 我一定维护好这些客户 保证一张保单都不跟丢 王总您就放心吧 只要把这任务交给我 不管多辛苦 有多大的困难 我一定维护好这些客户 保证一张保单都不跟丢 我会下方的tte子 新轿牛 affect 我又不想做 也准备是 这一遍 这辈子不理您亲闺女了 她要是真孝顺 当初在法庭上 就不该撒谎 你说她爸 忠厚正直了一辈子 到现在 监房邻居们 还都在念她的好 你说谁能想到啊 她闺女 这么给她丢脸 我辞职了 不在那家保险公司做了 真的 好啊 早该辞了 早该不做了 初初啊 抽空去看看你姨妈 你姨妈病了 就是不肯上医院 就这么在家躺在床上 硬扛着 难哪 怎么病了呢 什么病啊 严不严重啊 有些时候了 心脏上的毛病 你说 说什么 就是不肯花钱 不肯花钱 对 我已疯了 我是比拼肯 还不肯花钱 取胖 说我是不肯花钱 我答应了 别拨了 我答应你 我跟那耳朵 不肯放了 我为何你不肯放了 没什么打算 先找份工作吧 总不能就这么在家待着 你看 现在吧 给别人打工 累死累活的也赚不了几个钱 不如自己做老板 虽说苦点累点 可赚了钱 那可都是自己的 你哥那个早餐摊 赚得不多 而且他一个人也忙得过来 我就折磨着 不如我抽出身来 再想点别的办法 多赚点钱 我看好了一个地方 租一个档口 可以进货卖衣服 但是我一个人呢 拿不出来那么多钱 再说我也忙不过来呀 正好你辞职了没事干 不如咱俩合伙 你觉得呢 自己干啊 那 我知道卖服装令人挺大的 可是上哪进货 进什么货 进多少怎么卖 我可是一窍不通 你看刚开始吧 咱没那么多钱 肯定不能走那种高档路线 咱们得找一个 可流量大 租金又不贵的地方 再说 你不懂做生意 我懂啊 怎么进货 怎么租档口 这些你都交给我 你呢 只负责跟我一起去进货 你看上的衣服 卖得不好都怪了 那做生意总该有个预算吧 你们能不能 跟我抱个价 我心里好盘算盘算 好啊 你看 来 我早有这打算 情况 我都摸清了 租服装档口 一般来说 一千是一年的合同 一年的租金是八万块钱 邻居家王姐 就是做这个的 现在 人家生意做大了 在步行街 开了个服装店 还有个档口啊 就剩下小半年的租金 可以转给我们 一口家 三万五 进货 再加上其他的开支 我估摸着 再有五六千块钱 应该就够了 小半年的租金 这倒挺划算的 这要是一千一年的 万一生意做不好 那就不好说了啊 真的可以考虑考虑 说的就是啊 既然是合伙 费用咱俩平摊 赚了钱 也是五五分账 你嫂子这么同情达理一人 不会让你吃亏的 也行 就像你说的 辛苦归辛苦 总是自己的 你看 多好啊 找谁合伙 也不如找自己亲妹妹好啊 是吧 这样 明天一早 咱就去服装琵琶市场 先踩踩点 了解好了 咱就行动 明天早上就去啊 那还等啥 明天就去吃饭嘛啊 来 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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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楚 以后咱可是来拿货的 不是来选美的 你穿成这样 咱们还怎么砍价啊 会把你当成水鱼的 你知道吗 什么是水鱼啊 就是新手 没啥经验 在这儿就被叫做水鱼 一旦认准了咱们是水鱼 就可着劲地宰咱们呢 那怎么办呢 我也来不及换衣服了 哎呀 就这样吧 那 哎 那你别离我太近啊 看上哪款悄悄告诉我 别乱说话 知道了吧 好啊 这纯棉的吗 是啊 纯纯棉的 你看这布料多好 扩真下实啊 色多马全 每个颜色都有啊 你看看这 这多少钱一件啊 哎 没你 太有眼了 这衣服要在商场里 你买好几百块钱 算你是货 我啊 给你个实在价 一百二 忙价了啊 一百二啊 来 嫂子 我刚才是不是说错话了 就是怕你露蟹 才带你来裁点的 不懂不要紧 可它不能自保其短呢 你说你这手艺身 多有钱一件 你说怕别人不知道 你是新手啊 是不是 还一百二呢 呸 那杀人不眨眼啊 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秦楚楚由于一些个人的原因 一定离开了我们公司 我很遗憾 我们失去了一个优秀的业务员 但是秦楚楚离开了 我还拥有你们 秦楚楚离开以后啊 他留下的那些客户啊 还需要继续维护 我经过慎重的思考 和仔细的考虑 我决定 把这项工作 交给我们的何禅娟 也就是我们的何经理 听说秦楚楚临走的时候 让王美人把客户资料 全部交给何经理的 你听谁说的 甭管谁说的 反正这消息可靠 真没想到 之前两个人 因为竞争业务总监的时候 都撕破脸了 现在可好 临走了 一笑免人愁了 原本 我以为秦楚业务做得好 是凭着自己好看 竞争业务总监那会儿 都和姐妹撕破脸了 没想到啊 人家才高静静 说走就走 临走了嘛 还帮助自己的姐妹 你没想到的 多了 我怎么惹了 你惹大了 不知道莫小云小姐 熏心壮志地想要吞掉 其处处留下的客户资源 她现在是陷入嫉妒恨 小伙儿啊 我把这些到手的客户 拿出来可是双手奉送啊 这些客户 可都是大肥羊 可是也得有吞得下去 这些大肥羊本事的人 才能管理这些客户 咱们公司很多很多的人 都在主动请营来维护这些客户 可是在我的心里啊 你才是最佳的人选 只有你真的住这个气场 你要是不行 我们地平线保险公司的人 也许就没有行的了 王总 你有点太谈许我了 陈娟 其实上次任命秦初处为业务总监 也是基于各个方面的考虑 其实在我的心里啊 最想提拔的还是你 可是人秦初处那一年的业务量 在哪儿排着呢 你说是不是 这次我把这个客户啊 交给你 也是有私心的 只要你能维护好这些客户啊 下一步宣布你为业务总监 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行了 王总 你也不是第一回两回 拿这事来吊我胃口了 不如这样吧 咱说个明白话 你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我尽量把这些事给安抚好 到时候我如果做到了 你直接给我下任命书 我要是做不到 我走人 好 真是有志气啊 怪不得尽到踩狗屎呢 晦气 表嫂 我想看看姨妈 谁是你表嫂 谁是你姨妈 大白天你没张眼啊 你在这儿瞎上什么呀 妈好不容易刚睡着 哥 哥 我想看看姨妈 你走吧 哥 你让我看看姨妈行吗 你走吧 你还来干什么呀 行 哥 哥 你别生气 我走啊 把这些东西给姨妈拿去啊 你少来这套 当初你在法庭上说瞎话 你现在用来有什么用呢 你把这些东西拿走 我们家不需要 听说姨妈病了 让姨妈先去治病行了 哥 哥 你救这些钱 为了钱你连良心都不要啊 我们一家人都白疼你了 我们一家人都白疼你了 滚 大力 大力 外套谁啊 还不是那个黑了心的白眼狼 是我的楚楚 我的楚楚 哭了 妈 妈 妈 你便起来 快躺着 您快躺着 快躺着 慢点啊 好 您快躺着 走 快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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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律师 我今天找您来 是想让您帮个忙 你也想让我把钱 交给去哪里 齐小姐 我不明白了 我们之前说好的 为什么您一上墙 姨妈给了霓裳 这种事情换作别人 我不难理解 可您秦楚楚小姐 我横竖看您都不像 只是眼睛里看到钱的女人 事情已经发生了 这么多有意思吗 您想花钱买个新安 我听说姨妈生病了 有病总是要先治的 我帮您 魏律师 别跟他们说这钱 是我给的行吗 谢谢 谢谢 客气 快 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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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手 acompañ col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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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趁热吃一点 拿着 来 来 一个呆子 我要是睡到下午 你就一直等下去 吃个茶一蛋 别去公司了 直接去信达吧 你还是要业务是吧 你喝酒的时候不要过梦 身体还是最重要的 是吧 楚楚辞职了 留下那么一大摊子给我 都不管能行吗 你放心吧 我有数 大姐 你看 这颜色你穿着多些亮啊 是吧 八十块钱真不贵 质量还不错 扔到洗衣机里面洗啊 这都不好行的 我可是没给你拍虚假的 这衣服啊也就是穿着样子 你看你这料 你看看 这块还有个线头呢 姑娘 给个实在价 下次啊 我还到你这里来买 那要不您报个价 我合适我就卖 我是有点少了 我货都进不来呢 要不六十块钱吧 我就当走个货 六十块钱啊 贵了点吧 那要不你去别家再看看 好好好 六十块钱就六十块钱吧 我要了 给您个袋装起来吧 好 给你钱 谢谢啊 大姐 好 你护城过来看看 好 一定来 谢谢了啊 好 服装大抽兵 都来看一看 初初 妈 你怎么来了 心疼你呗 给你送饭来了 来 我拎着保温筒 刚到店门口 就看见你婆婆 你坐 你坐 坐 两份饭菜 简可可的吃 你可我可真是饿了我 从早起就没吃 一直忙着现在 能不饿呢 嫂子 你不吃两口 我不吃 你吃 不管你了啊 你胃不好 先喝点鸡汤暖暖胃 真好吃 真好吃 哎呀 瞧你这婆婆啊 比你亲妈都舍得 还给你熬的鸡汤 上午生意怎么样 上午啊真没少卖 但是呢 来买东西的人 都是逛超市的那家大妈 可快啃价了 卖了半天啊 我这一合计 除了咱们这个店租啊 还有咱们的成本 没赚什么钱 没事 刚开始干 走量也好 见力就走 打出明细的再说呗 嗯 是吧 对对 别心急 哎 楚楚 嗯 这你吃的啊 你以前没吃过苦 可得协着照顾自己 握着肚子吃味药可不行 带点零食再多喝点水 别死心眼就知道卖货 那你哥知道又该骂我了 是啊 本来胃就不好 再不注意点 年轻的时候不觉得 老了就该遭罪了 嗯 我知道了 以后想吃什么提前告诉我 我做好了给你送过来 真是什么样的女人 都经不起折腾啊 本来花式的小脸 这才几天折腾成这样 当嫂子的还真乖心疼 不过操点也好 过日子嘛 哪能那么金贵啊 就是啊 女人过日子嘛 哪能那么金贵呢 我是挺好的 喝点水 喝点水慢点吃 嗯 你真不吃两口啊可好吃了 我不吃我吃了呢 哎 哎 我来我来我来 这一服投逼可好了 嗯 奶奶可以试穿 嗯 我不做了 那你你忙吧 我回去了啊 我不管你了啊 哎哎 忙了一会人都来了 你忙啊 哎 别委屈了自己 多喝点鸡汤啊 不能当心点啊 哎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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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儿 妈看得出来 你心里难说 也心疼楚楚 你看楚楚现在 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进货 一忙就是一整天 饭都吃不好 刚才 我给她送了点鸡汤 让她补过 你是没看着啊 你媳妇以前 那么爱打扮讲究的一个人 现在 两眼一抹黑的 往纸箱子上一坐 吃起饭来 狼通火焰的 那小脸儿 干爸爸的 媽知道 你比谁都心疼楚楚 可你要知道 一个女人 撑起一个家不易呀 你为人们 不划不立即 去看 我冲上来 我冲上去 你不烦了 我冲上去 他得家 不雷 他就想 他就想 你 是 造成 一家公司都没有 别说往家里挤钱 就是自己吃住的钱都赚不到 然后我学人摆摊 又把腿给摔上了 然后我学人摆摊 我正天看着楚楚忙也忙还疼 我心疼 可我什么忙也帮不上 什么也做不了 我只能待在家里吃咸饭 我成了一个废人 我一个大男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妈 妈 生活怎么带我这么不公平呢 妈 我主线 我三公子都是能的 那有个小孩 我as的小孩 我这都吃了 我吃蚕蛋 我吃蚕蛋 这个就要好 算个屁呀 根本吓不倒你 对不对 儿子 听妈的 咱以后就画画了 妈不懂 可妈知道你喜欢 你小的时候 画起画来 就忘了吃饭 你看看 这画 瞅得跟以前一样 又跟以前不一样 妈看着 是越看越挨看 你就继续画下去 妈相信 你以后一定会画出名堂来 画得好有什么用 百无一用识书生 照样养不了家 东儿 以前你让妈扔掉的画 妈都没舍得扔 都给你留着呢 等你腿好足了 你就拿出去卖卖看 既然摆摊了 还不如卖自己画的画呢 甭管争多争少 有人干自己喜欢的事 我看见过路边上有人带画 画得可比你差远呢 我看见过了 这次你会画得不错 我这次你会画得不错 你不许多争 我看见我 你不许多争 我看见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